这话是第八次上课 所以我们还有第八、第九、第十 所以还有三次上课 所以我们大概会规划 就是说今天会把数学部分 在IH告一个段落 数学跟统计大概讲一下 那再来的话会花一点时间 在那个检视与参照函数 就有关那个V2函数 就是把Excel当资料库来使用的时候 如果你要查询资料 那当然呢最常用到是V2函数 不过V2函数其实有蛮多的限制的 还有呢很多地方可能会查不到 或者说它可能你要查的资料 也许不是在第一栏的话 那可能你就要用其他的方法来做了 那当然这地方该怎么做 我们后面有一些相关范例 我们再会比较完整的说明 那当然呢我们这个课主要的目的 当然是希望你活学活用 就是你不要死背 OK所以很多地方 记得就是说你要了解函数的使用的规则 所以其实它有个规则性 也就是你不管学 以后学电脑方面 你最重要就是要抓到它的规则 其实有那个规则性之后的话 将来你就可以算是畜类旁通吧 我觉得像我学习也是一样 不管学哪一种语言 它其实都有一样固定的共通点 那你就抓到之后再把它差异的地方抓出来 把差异的部分再把它做一些学习 我想你很快就可以上手 无论说今天是不是用VBA啦 或者你用其他以后别的工具的话 其实它使用的方式很多地方都是雷同的 那只是说呢 它可能换一个规则 OK比如说以后 像现在比较夯的像是那个Python的程式 其实蛮多地方也都雷同的 那我的理解就是 我先把它一样的地方抓出来 不一样的地方 我再去把它做一些这个有条理的学习 OK 然后所以我们前面大概讲完这些啦 还有包含就录制聚集啦等等的 那今天的话呢 也许我们就大概主要重点 大概就是你们回去还是要把这个 相关的上个礼拜的部分 还是要做一些认识 比如说我怎么样把礼拜六礼拜天做格式化 礼拜六一个颜色 礼拜天一个颜色 那不同颜色的话呢 当然你可以有一个不写程式 用那个设定格式化条件 如果你要写程式啦 不过我建议啊 以后慢慢 如果你习惯的话 它统一就刚刚又写VBA算了 把它VBA大概 它几乎只要以色列里面能做 机会都能做到 OK 那只是说你要熟悉 怎么去完成那些事情 那这边的话当然有一个 比较重要 比较困难的地方 就是产生一整年的年龄 例如我们用VBA来做的话 那这个部分的话 就会牵涉到 我怎么蓝跟地的那个关系 跑个这样一个回圈 来把它完成 那这个难度会比较高 那我也把这个 呃 程式放在云端上面 所以云端上面有完整的东西啦 你当然至少你要知道云端白板 里面啊 其实已经有放了 需要的程式 那如果你当然 上个礼拜不OK的话 你可以找到那个答案嘛 我这把它放在程式码 放在这个这个资料里面 那你只要找到 至少你这期课程啊 你学完之后啊 至少你不会写没关系 至少你会复制贴上吧 OK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的东西啊 基本上在这边嘛 这个格式化这边都有啊 格式化的程式 至少啦 你复制贴到那个模组里面嘛 然后你也许 可以run之后你把它删掉 重新再写过一遍 建议啦 一定还是要按照一些规范 比如说你这个地方啊 一定是个Sub 然后里面一个名称 会有个EndSub 这个固定规则 另外 每一个程式前面都会有一个缩排 Tab 有没有 这个的话 因为下一阶就两个缩排 按两下Tab 那这个又是它里面的 这个下一阶 所以呢 就在一个Tab 这个我想 将来你们 写VPA的话 建议还是要慢慢遵循 这样的规则 规范 OK 那为什么 因为其实以后 如果你想要再继续学Python的话 Python也是一样的 它一样也要缩排 在VPA里面 你不缩排 程式一样可以run 但是在Python里面 你不缩排 程式不能run的 就是有bug 所以如果你刚刚 如果你把VPA里面 缩排的概念 也许你把它养成以后啊 你再去学其他语言 也许比较没有问题 再来的话 加上注解 这个注解当然也是可有可无 不过 如果你们初学者啊 如果可以的话 尽量还是把注解加一下吧 不然的话 你将来在 在阅读程式的时候 恐怕你大概一下会 不知道这到底写什么 OK 这可能要注意一下啊 其他的话 包括就是用 我们这边是用Sales 那这边的话用Range 那Sales是单一个储存格 Range的话 如果要做一样的事情的话 记得哦 你可以用Range Range真的还蛮好用的 而且效率非常高 比如说像同学常问的问题 像快速的那个合并 大量工作表变一个 比如说10个变一个 其实用Range很快 你在学一个蓄子物件 它就可以很快的帮你合并 那你要分割的话也是一样 还是会用到Range物件 因为为什么每个工作表里面一定都有一个Range 你就把那个Range 看要合并还是要分割 你在做后续的处理 其实效率就很快了 只是说这个我想 后面还有一些进阶的应用 不过我们这个课定位还是入门 至少帮各位了解 VVA的写作方法 OK 所以然后上礼拜还有讲到有关什么 对那个列 就是有关删除空白列 跟插入空白列的部分 因为在年曆底下要再增加一列 然后调整它的列高 那这怎么 Rose物件 OK 所以这个其实上礼拜应该也有吧 程式应该是在比较下面的地方 OK 增加空白 所以如果你假设忘了差不多的话 其实就看一下吧 关键字就这个 这个物件名称 哪一列 有没有 I列 Insert OK 就把它插入一列的话 那就Insert 那删除的话就Delete 不过它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记得要倒过来插入 倒过来删除 因为如果你从上面直接插入 它会一直增加 又把它往下挤 但那个顺序就会跑掉 会造成你将来要放哪一列 就会造成混乱 你可能要再加 加一或减一 那麻烦 干脆倒过来就不会这个问题 其他的话呢 衍生性的相关说明 其实我有把画面放在那个 我们云南白板上面 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讲义啦 所以你们回去的话 如果有需要 可以配合什么 配合影片嘛 其实上面都有影片嘛 那你影片上面有说到什么程式不会啊 看一下这不就OK 两个如果参照起来 应该就绰绰有余了吧 OK 还有什么不够的 如果还不够的话 请你在影片下方留言嘛 看有什么地方 老师你还什么东西不够 我还尽量 帮各位设想 反正你这些都有了 然后再花一点时间 我想学会应该不是太大问题 剩下就是你要花时间啦 当然如果你自己没时间 那这没有办法了 OK 我也没办法伸时间给各位啦 所以你要想有什么时间 最好的时间也许你每天都会用issail 你打开之后你就可以练习了 只是说你换个样子啦 比如说你要插入列 删除列 如果工作上刚好用到的话 你就可以拿来做练习看看 那就是说你只是一点点改变 所以呢 前提还是你需要一点改变 你要踏出那一步啦 因为踏一步 那一步慢慢你就习惯 以后你就会习惯 他越写越顺手 所以我听过以前那个 那个上课的学员跟我分享说 他刚开始其实还蛮惧怕VBA的 不过后来写之后的话 他发现他再也不要用以前那种函数的解法了 他就直接干脆跳VBA算了 他说写VBA很简单很快速 两下就OK 而且基本上 所有他工作上遇到的问题都能够解决 所以他慢慢的干脆就直接写VBA 不过这个是一个阶段性 需要这个慢慢踏出去的 那上个礼拜最后是讲到这个啦 就是产线一 产线二 产线所有人员的工资 所以条件在哪里 条件在部门 部门的前两个字 产线 如果这个是条件为True的时候 那帮我把这个累加起来 放在这里 累加完之后放这里 那当然方法很多啦 比如说我们上个礼拜讲过 要不就是你用什么 这个应该逻辑蛮简单的嘛 就是产线 然后 所以姓名这一栏不管 就主要是工资 累加 那有什么方法可以完成这件事情 当然我们先讲啊 就是不写程式的话 其实基本上就差不多函数什么 用那个 在数学里面 有一个叫Sumif Sum加if 所以其实Sumif 它等于是两个函数把它合并在一起 Sum加if OK Sum就加总 指的是你这个数字 if的话指的是你哪个栏位 OK 那两个 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那当然range 其实上面两个 参数是一对的 哪个range的哪个条件 我的range指的是这个range 这个范围 所以你看到range 特别说如果你看到range 记得呢 一定要给它一个范围 OK 当然你也可以指一个储存格啦 不过通常是一个范围 OK 范围就给它 这个范围 条件的话呢 当然你就不能 你就不能直接打铲线 你打铲线的话找不到 所以呢 这边特别是我上礼拜有讲到 你可以打什么 铲线 然后一个信号 OK 然后当你移开 它一定会自动帮你加前后的双语号 因为quiteria一定要是一个数字 一个文字 然后呢 上range的话 一样是range 所以呢 要加总的范围就工资 帮我加起来 那这个时候它出现23884 就出来了 OK 第一个方法 那第二个方法 当然如果要 它有什么方法 如果不用这个方法 我们其实可以怎么样 可以用那个VBA来写 我上里面有写过啦 就是 第一个我们先复制一个 那把这边怎么样 把它改成VBA OK 不过其实 如果你用不用VBA的话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这个方法 但是也是可以做那个加总 你可以用什么 插入里面一个枢纽分析表 哎 枢纽分析表可不可以做 其实枢纽分析表 应该也可以做 只是说它没有办法 帮你把这个数字放在这里 可是它可以帮你产生这个数字 那怎么做呢 当然你可以插入枢纽分析表 然后范围是范围 OK 按确定 然后你要 你要统计的那个 列部分 列标签呢 主要是以什么 以部门 部门的工资 OK 不过你会发现它就全部出来 那我要把它做什么的筛选 哎 特别需要 在枢纽分析表 它也支援什么 支援筛选 OK 所以哦 你会发现哦 哎 我要统计的 其实不是全部的 而是只有 产线开头的 哎 产线开头怎么做 其实你会发现哦 它这里面有一个功能叫 值的筛选 那什么值呢哦 哎 这个地方哦 你会发现哦 我可以找到什么呢 值 哎 这个 这个 我跟着你讲 应该是标签筛选 所以你要选这个 标签 根据这个标签去做筛选 所以你这边标签筛选 那 这边它会出现 因为标签是数字哦 所以你可以什么 应该是什么 哎 开始是产线的 所以开始于 那你这个地方的话 你可以输入啊 产线这两个字 OK 这OK的 然后它就找 产线两个字的 留下来 其他不要留下来 然后刚刚打错了 开始 哦 应该是开始 选错了 OK 这个把它剪下来 应该是开始 这个 OK 然后把这个 放在这里 然后 可使用问号跟信号 哎 有吧 这个其实也跟款式很像 哎 它就帮你统计出来 不过 它的数字在这里 那变成说你将来 哦 可能怕还是要 如果要把那个值发在这里 你看可能要连接到那边去 或者把它复制过去 哦 其实也是OK啦 哦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上礼拜有提过啊 这个是方法一 用那个三比辅 方法二 你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数据分析表 好 这边有个结果 方法三的话呢 把这个工作表再复制一个 哎 如果我今天要写一个 这个 城市 哎 这个 城市帮我做什么 做得一加的话 那当然我们需要就是 呃 调限在这一 这个范围 所以你要跑一个范围 哎 范围的话基本上哦 以后你可以 想到就是你可以跑个回圈 这个回圈的话呢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第十一列 那我要找第i列的a栏 把它里面前两个字 抓出来 如果等于产线的话 再把这个词帮我做累加 那我上一边有提过 就是说 如果你要累加的话 哎 特别说 一先到那个visual basic里面 我一样嘛 上一边好像没存到打 插入一个什么 插入一个模组 ok 在这个模组里面做什么 一样了 插入一个程序 这个程序名称的话 也许我们叫 这个好了 这个名称 自己取 这个名称好了 那你就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名称的话呢 也许叫 产线工 人员工资之和 那程序如何撰写 撰写的方式的话呢 当然有个固定的sop 反正第一个 你先跟他讲说 我的范围是 在哪个范围 所以就有点像for 就有点像 跟他讲范围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 到第几列呢 第十一列 有点像range 先跟他讲 nest 第二个的话做什么呢 再一个tab 做逻辑判断 如果什么呢 哎 这里面 我先抓这个sales 当然这个是第二列啦 其实将来就第i列 逗点 哪一栏呢 第a栏 如果这个里面的资料 的前两个字 前两个字 就变成说 你要把这个前面 再用一个labs函数 包起来 这一个储存格里面的 前两个就labs 逗点2 意思说前两个如果等于什么 等于产线的话 那就帮我怎么样呢 帮我空一个then 然后 ok 所以条件写在中间 后面的话呢 记得就加一个then 做结束 ok 它有点像口语化叙述 and两下 通常要打一个and的if ok 有一个if 就通常会有一个and的if ok 如果说他这个叙述 前两个字 在这个范围里面 帮我去做那个判断 在这个范围里面 判断什么呢 把这一个范围里面的 储存格资料抓出来 如果前两个字 等于产线的话 那做什么呢 帮我把它同一列的 这个什么呢 这个C栏的资料 帮我累加起来 累加之后再输 然后累加的话特别注意 这时候你要想如何累加 假设吧 我们这边就要需要有个变数 变数名称的话叫什么 其实叫上里方叫上 其他名字上等于0 那所以我就增加一个变数 放在这里 预设值等于0 那再来的话怎么累加 特别说上等于 如果累加的话 你就上等于上自己本身 加上什么呢 加上这个储存格的资料 如果是产线的话 你就把4903帮我 放到这个上里面去 那这边写法的话 特别说累加的写法 就是把同一列 Sales的I列的C栏 这个时候就这样写 也就是说它预设0 那如果找到之后 它同一列 有没有 Sales的上面是A 这边改C 所以其实你也可以 从这边复制过来 改C 把它先放在SUM里面 相加之后 0加上493 4903 所以SUM放过来 所以放过来之后就是4903 那全部累加 所以我们就这个是加4903 然后再这个是3906再加4903 它又把它放在SUM里面 然后再来这个 4245又加 不过累加 累加完之后呢 SUM这个数字呢 就会不断的在这 这个叫累加 那累加完之后呢 最后我要把它放到哪里呢 我要把它放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然后这个储存格 所以这个储存格的话呢 其实用那个Range来指向是最简单 Range 所以写在前面 我要把它输出到Range的12 等于什么呢 这个地方你就打一个SUM OK 我就把这个SUM的变数 把它结果呢 丢到12里面去 结果就出来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我们执行一下 那SUM目前等于0 那我就跑 所以第一个 我先跑那个 这个I目前是2嘛 所以是A2这个储存 A2里面的储存格是产线1 那我前两个字的话 它出来就是产线 是不是相等 如果4的话就累加 那SUM目前里面是0 如果我执行这一个叙数的话 那这里面的话4903 它会帮我把0加上4903之后 放到前面去 这个时候的话你会发现 SUM它就变4个0 因为它有一个变数 变数的话实际上就是可变的 可变的意思是 我加完放进去嘛 所以基本上它的逻辑记记得哦 就是把后面加完放到前面去 OK 所以在下一个 反复啦 第二个人事部跳过去 不会累加 再来产线2 会不会有 所以现在是4903 然后面的话呢 就是3906 加完之后放到前面去 OK 放到前面去你会SUM 8809 OK 那一直类推啦 全部加完之后的话 那等于是SUM这个数字 我们现在是23884 最后的话我要把它放到这里 那怎么放过来 一样啊 如果你相反好 你要把这个SUM 放到这里 其实写这样就可以 RANCH的1、2 实际上呢 就等于是吧 把刚刚那个加总的结果 就丢到这个储存格了 就OK了 所以我常常同学问说 老师我怎么把东西放到储存格 那就写这样就好了 OK 所以其实 所以这个变数基本上就是怎么样 它从0开始 累加累加完之后 结果 结果就丢出去就好了 所以其实基本上 为了程式架构 大概不外乎就是一个范围 就FOR圍圈 然后一个逻辑判断 再把最后的结果 看你要做输出 还是做输入等等的 反正大家后续 你可以自己再演变啦 架构都差不多 OK 所以写来写去程式 并不会太 大概架构都差不多 所以你有时候可以套一个范本 所以 然后 还有一点就是 这个SUM SUM 它基本上呢 等到你这个 SUM 里面的结果也结束了 这个变数就结束 里面就没有了 OK 它会随着这个 这个程式结束就结束了 OK 所以把它结束 咱把它执行 执行的话 这一行 输出 所以你会发现 我刚刚把什么 我刚刚把这个里面的资料丢过来 OK OK 那目前的话呢 还没执行 NESOP 所以这里面呢 还会有 那NESOP的话呢 结束了 那SUM 里面就空了 里面也结束了 它就会从你的记忆体清空了 OK 大概是这样的 这一个过程 应该可以理解吧 所以哦 尽量程式 并不是要你去背它 而是要你去熟练 把这个整个流程 你只要你工作里面有固定这样的流程 你就把它写 很顺的把它写出来 那你的问题就解决掉了 而且这种的写法的话 它的好处就是说 它甚至可以跳脱 你要用哪一个函数的问题 也就基本上 我们不会SUMF也没关系 对不对 其实我们刚刚主要是用SUMF来做啦 但如果你不会SUMF 你用这个 用VBI写也OK啊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上个礼拜 这个007 这个我们应该是在 数学函数里面 范例档数学函数 这个007的这一题 画面先换给各位试一下 好